嗨,大家好,我是娜娜匠,今天给大家讲乡下孩子嫌弃成了孩子身上香水味,而孤立他的故事,空想星子和千年的魔法。 星子从小生活在空气清晰的乡下,对一切事物都很好奇的他,十分喜欢听爷爷讲关于千年前的故事。 晴朗的早晨,星子和他的爷爷去田里劳作,爷爷说,田地里的河流并不是突然沿着直角流的,而这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。 星子的好奇之门也被爷爷的这句话打开了,他想象着千年以前这里的样子和公主的故事。 隔天,星子在的班里来了一位转学生贵姨子,因同学们闻不惯香水味,就觉得他身上的味道很臭,所以没有同学和他说话。 上课,老是让大家自己画画,贵姨子拿出了大家没有见过的彩铅笔。 一位男孩子看到后很好奇,另一个同学冒山借走了贵姨子的彩铅笔,但彩铅笔很快就被他弄断了。 贵姨想把铅笔拿回来,于是和冒山争抢了起来,贵姨子不小心摔在了地上,老师看到后就要冒山发了站。 放学后,星子一直跟着贵姨子,觉得他很奇怪,跟着跟着就进入到了贵姨子的家。 从小住在乡下的星子看着贵姨子家里的摆设,觉得很新奇,贵姨子拿出牛奶招待了星子。 之后星子也邀请贵姨子来自己家做客,贵姨子带了巧克力。 星子和妹妹和贵姨吃到了巧克力后,才发现是酒星巧克力。 最后的三个人都开始了大笑,笑着笑着就睡了过去。 醒来后,星子拉着贵姨子跑向田地,带着他去看想象中的千年前的京都。 恰巧他们在这里遇见了考古团队。 考古专家说,这里曾经有一位叫诺子的公主生活过, 他用自己高贵的身份而交不到朋友,所以他十分孤独。 很快,星子和贵姨子成为好朋友,他们经常一起玩耍。 一天,星子看到千古和冒山在建堤坝,他抽出挡手的板子, 让水刷了一下从脚上越过,十分的舒爽。 随后六年级的初支和仁鹤也加入了。 在大家的努力下,小水流组成了一个小水池。 大家惊奇地发现,水池里有一条金鱼,并给金鱼取名为日鹤。 日鹤本是他们的老师,因为任鹤老师很温柔,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任鹤老师。 之后,他们还一起在水池边玩耍,还偷偷地去看了不成人电影。 看完之后,鬼子说,自己想成为任鹤老师那样的人, 因为他觉得他世事的妈妈可能就是这样的。 大家一起来煽动探险,大家被煽动中一双会发光的眼睛吓到了, 于是跑了出去。 这时,星子发现妹妹不见了,大家就焦急地找了起来。 到了傍晚,他们还是没找到,原来妹妹被警察送了回来, 而这个正直的警察正是处置的爸爸。 之后任鹤老师说,自己要去东京和一个男人结婚了。 当鬼子知道这件事情后,他很高兴, 再来了许多鲜花装点水池,其他人也跟着装扮了起来。 隔天,大家发现金鱼死了,他们伤心地给金鱼办了葬礼。 茂山说,自己看到了一条一样的金鱼, 大家纷纷去寻找,可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。 到了晚上,处置告诉星子, 说自己明天不能继续找金鱼了。 原来,出池的警察爸爸因为一个酒吧女死掉了。 这是星子偶然间听到妈妈和爷爷说的。 星子为了鼓励出池,拿着手电筒到出池家, 说要和他一起去那家酒吧去问清楚。 两人写了一封信,道别了贵姨子。 虽然星子和出池都很害怕, 但他们还是到了酒吧,遇到了那个女人。 那个女人听后哭了起来, 出池本来想报答他一顿的, 但出池只是轻轻地翘了一下她的头。 随后出池和星子一路恐奔地跑了出去, 两人在一条小路上停了下来。 出池说,自己明天会离开这里, 去妈妈那里,并成为一个成熟的人。 出池走后, 星子在小河里看到了金鱼, 她跑到了龟子家, 带龟子来看, 路过的星子爸爸带他们回了家。 任何老师走的这天, 全校同学都欢送老师, 而千年前的诺子公主也交到了自己的朋友, 童年的一次次告别中, 小孩子一次次地长大, 学会了坚强, 学会了隐忍, 懂得了现实的残酷, 也懂得了面对自己的孤独, 最终成了一个有担当的大人。 当小孩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, 这是不能急于求成的, 在他们成为大人前, 请允许他们尽情的快乐。 好了,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, 不管你来或不来, 娜娜都会在二全的世界里, 每天为你称号。